各位EMRM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主促流程 走向指引的第三集 我们要讲的是 也就是病患来诊为阴道出血 那看起来好像不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主述 为什么我们也要在第三集就讲呢 其实这病人 这样的病人其实是不少 只是因为某些环境的因素 我们并不会一直在急诊 像有什么原因呢 像病人假如说 他觉得自己有异常阴道出血 他可能第一优先还是会 跑去妇产科 不管是诊所还是去OPD 如果白天饮血的情况下 他就会过去 再来是假如说他跑来急诊 那有时候减伤问完 应该要出血 那有些医院是可以直挂妇产科医师 所以你也不会看到他 再来是有些医院 他就是没有妇产科医师值班 但他隔壁有别的医院有 所以病人来到急诊之后 他可能就跟他说 我这边没有妇产科医师 那直接帮你推挂 不收你钱 你去隔壁看 隔壁有隔壁比较好 你还是看不到 那再来就是 有些医院他有妇产科医师值班 但是他会诊其实也畅通无阻 那可能病人来之后 白楼上来正常 阴道出血验个孕 不管有没有 妇产科医师你好 我们这边有个四十几岁的女性 阴道出血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就也觉得 你好像也没有做什么 等他回复之后 就照着回复开开 就不见了 所以其实都没有对这个病人 有过多的琢磨 那其实并不是这样 有时候你会到医院附近 其实没有其他妇产科医师 但是你还是得看 或者是有时候妇产科 会诊也没那么好会 电话打来说 你硬道出血就叫我看 你都没有影响圈吗 急诊就高急减伤吗 不是这样 我们会诊那一集就有讲过 会诊要影响圈 所以我们还是要 对病人有初步的判断 你可以知道大概是什么问题 甚至有些根本不需要会诊 你就不用再找他们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这一节主轴 先给个定义 Epnormal Uterine Bleeding 其实就是从子宫里面流出血来 从阴道里面流出来 那只要病人认为它是 Irregular的量 或者是频率 甚至是Duration天数 都可以算是不正常的 子宫阴道出血 那Hitry Taking要问什么部分呢 不管是什么conflame 我们基本上 相关症状是一定要问 那在这方面的问题来说 比较需要问的就是 他有没有明显的头晕 有没有晕倒 看起来是不是很虚弱 有可能出血量比较多 再来就是 会有没有明显的肚子痛 或是一些发烧 像核必inflation的感觉 这些是比较需要 问到的相关症状 那再来是月经的Hitry 就是不同的年纪 都有不同需要问的地方 有时候他可能是年轻 青少年 月经才刚来比较乱 所以才会有一些不正常的竹节 这有可能 或者是他快要停经了 这也是有可能 那不正常都是跟正常比较 所以也是要先问一下 他到底平常月经 到底是多久来一次 来多少 来几天 这些都是要问 你才能判断 他到底是不是在捕捞你 还是他真的是不正常 那第三个是 Sexual History Sexual History 有分他有没有过新行为 你有没有办法做检查 有过新行为就有可能怀孕 他有没有可能怀孕 LMP多少 以前怀过孕 那有没有流产过 有没有子宫外孕过 再来就是Sexual Activity 是不是很频繁 会不会很激烈 有没有可能造成受伤 这些都是需要问的问题 那Medication 的部分 可能病人有在吃一些 Anticoagulant 或者是吃一些荷尔蒙的补充 像一些口服避孕药之类的 这些都可能会造成不正常印刀出血 也是必须要问到的部分 那Medical Disease 一样 也是病人有可能有 Coagulopathy 这其实是在美国是很常见 造成不正常印刀出血的原因 所以这也是要需要问到 其他像是Endocrine的问题 PCOS 也就是多量性的卵巢 甚至一些Sylurid的问题 第一个都可能需要稍微问一下 那最后就是 他会不会有Trauma的可能性 会不会是RAP 或者是像什么小朋友坐到水龙头 一些家暴照顾不良 像这些造成一些外伤的出血 也是需要问到 像Foreum Body被塞了什么东西 也是有可能 偶尔就会遇到鬼 那再来 知道问什么之后 问完了 你可能大概就是 会有一些简单的impression 那田庭大力的部分 有一个表格 根据不同的年龄 有提供一些比较常见的ETR 像青少年的部分 大概是内分泌还没有成熟 所以一些流血 就会比较不正常 那青少年的时候怀孕 他不知道 或者是他也不想讲 那就一定要比他厌 那其他像是吃药 或是他可能 以前就有一些 寝血功能异常 而且不知道 那当然PID也是要考虑 那到育林女性的部分 怀孕第一个排除 其他就像是 子宫卵巢问题 像PCOS 或是长一些 Myoma 或是有一些 子宫内膜的Polyp 这些都要考虑 那Cywer Dispension 刚刚Hitry 有说要记得问一下 吃什么药 也要问一下 那在更年期的时候 更年期当然也是会 比较不稳定 容易intermitter的出血 那这些也有可能 只是因为年纪到了的关系 那其他就跟孕领女性一样 他当然也是有可能 长肌瘤 长一些息肉 之类这些也是会 特别问一下 那再来是 如果已经停经之后 那可能就要比较小心 有30%的人 可能只是 Atrophic Vaginitis 造成了流血 这个就还好 那有另外三成的病人 他是因为吃一些不中的荷尔蒙 可能更年期的时候 就开始吃 造成一些不正常的流血 那最需要注意的还是 他会不会有恶性 Malignancy的可能性 那其他有一些病人 他可能就是一些 外音部长东西 摩擦到流血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好 那有了滴滴 跟HITRI 问完之后 其实PE的部分 并没有什么太多 可以做的地方 拜托上来先看 没事 不用rexitation 那就下一步 下一步一样 看一下人到底怎么样 有没有很weak 有没有很pale 是不是需要抽血 背血 输血 这也是要初步评估 那其他的部分 其实大概也只有肚子 需要稍微摸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明显 Tenitis 或是Peritonial Sign 如果他只是 子宫肌瘤 或是Denomyosis 之类的 肚子会痛是正常 但是一般来说 不会有太明显 Tenitis 甚至Peritonial Sign 都不应该会出现 如果有的话 也是要小心 是不是要怀疑有负面感染的情况 那PVE的部分 其实PVE涵盖的部分很广 现在台湾副产科医师 这么容易 照会的情况 说真的能自己做全套PVE的 PVE的非副产科医师 应该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一般初步 还是可以看一下外观 像你外观有没有受伤 那再来是 是不是真的阴道出血 像是有些老人家 其实他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血尿 阴道出血 还是其实是大便流血 这个时候就要 打开看一下 确认一下 是不是血从阴道流出来 那当然如果OK 或者你真的 病人需要紧急的检查 那你也找不到副产科医师 那你大概也是 只能自己看压嘴 大概看一下里面有什么问题 那接着除了做PE的部分 那我们其他能做 抽血其实很简单 就是液洗容 输入血小板 拧血功能 需要的话就背血输一输 那验韵就不用讲 这是一定要记得 那我们最常用了超音波 当然Pocus 对副产科疾病 也有很多的琢磨 你能看到像 Adenomyosis 看到明显的 Myoma 或者是多软性的卵巢 看到一些 Ectobal Pregnancy 或者看到 到底有没有IUP 有没有可能怀孕 这些都是大概 可以看一下的部分 那请大家自己去学习 那最后到治疗的部分 其实在庭林大利的表格 是非常单纯 他就直接分说 这个流血是不是unstable unstable的话 那也就是resacitation 紧急召汇 那打IV的conjugated estrogen 那需要的话就组员 那如果没有unstable 看起来还算轻微 他是建议用 口服的processor 那如果你妇产科医师 没有办法马上找到 你可以让他吃吃药 那就让他回闷诊追踪 那我们平常 直接开这些荷蒙的 大概也没有很多 我们比较常用的可能 还是unset 跟transmin 那其实在书上也是都有建议使用 那你在一些minor breathing 又合并痛 买我码痛 其实unset的效果是还不错 那transmin的部分 大家就看各自的习惯 或是各自医院的妇产科 建议 平常都怎么用 大家也就照顾用 因为有的人是加一点底面 或者就是continual strip 甚至是 有时候是Bolus的IVF给 这个大概都 无相大仰 大家可以自己斟酌 好 那今天的topic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